歡迎收看第七集的insidepcs 我知道其實在過去幾集 有很多人給我的feedback都是說 我找太多中路了 找了U寶 雀巢之類的 找太多中路了 但是今天找我對面這一位是 不得不請他來上 我跟他的關係是一定會希望他來上我的節目一集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歡迎今天的來賓東山 大招呼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東山 那你的職業生態其實差不多快10年了 你有比較正式的那種接受過專訪之類的形式嗎 專訪 有那種大天神那種實況的那個時候 那個其實還不錯 大天神聲音跟你也蠻像 體型跟你也蠻像 快想起來 OK 所以 但Podcast應該是第一次的 就是這種可以聽到自己的聲音的這種節目 應該是第一次 好 那我們就直接進入正題好了 因為你的東西真的很多可以聊 所以相較於其他集的節目 我就沒有很細的在列我的坊綱 因為通常我要列坊綱就是怕 可能我們聊不完 這個我該錄的時間啊 那你的我就覺得 太多東西 你打太久了 收集太多隊的制服了 先從這個部分瞭解好了 就是 我在LLWiki上面查你的資料的時候 你的履歷只有11個隊伍 那當然有一些是可能有重複過 或是有那種一隊二隊之類的來回 但是你的換隊的頻率是真的很頻繁 那我統計一下 你實際上有上場過 因為最早你是在TPA當練習生 那扣掉TPA不算的話 你總共搭過MSE HKA Fireball AHQ Machi J-Team CFO跟IMP 就是 總共收集到八隊的不同的制服 先從為什麼你換隊會這麼頻繁開始好了 你覺得這個是 你也喜歡不同的環境 還是有點沒辦法 就是就會這樣發生 其實算是我比較喜歡不同的環境吧 因為 就是我每次跟 如果跟不同的選手 我可能都可以從他身上學到蠻多東西 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東西 然後如果跟那個人同隊的話 就會一直慢慢的變強 慢慢變強這樣子 對 因為我們之前有訪問過曹哥 那 確討他在他的生涯數學 也是一直換隊 跟你狀況其實蠻像的 但他在DCG今年已經是他的第二年 但是我查一下你的資料 你除了在MSE有待超過一年之外 你最多最多在一個隊伍 就是待一季 就是春季加夏季這樣子一年 而且幾乎在這幾年來說 都是搭滿一年換隊 那就以戰績來講 其實你的成績在不管是LMS時期 或是在PCS時期 都算是我們才去頂尖的 那你都沒有 就是那種原隊伍會很想要把你留下來 這樣的紀錄嗎 就是有隊伍會想 就是 我不知道是因為年紀關係還是 他們可能也想要嘗試一些 不同的中文 然後我自己也想要嘗試不同的隊伍這樣 所以這兩個可能就會讓我 就是每一年都剛好換隊伍 我自己比較常聽到的說法 就是可能大家會考慮未來性 會考慮選手發展的可能性之類的 所以這可能是你在 在競爭或是在簽約上面的一個劣勢 但是這個我們之後等一下也會回來提到 就是年紀對你的影響 就你的表現來說 好像他其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這個我們會等一下回過頭來說 那當然先從你在過去的經歷開始 有沒有哪一個隊伍是你待過的裡面 你特別有印象 好的或不好的都可以 印象特別深的還是第一次拿到 就是PCS冠軍在馬淇那一年 因為那一年算是我會覺得 大家可能打得比較輕鬆 就是沒有那麼緊繃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這樣子翻了 會讓成績更好 然後最有印象的 可能是跟Kawara同隊吧 因為就是我跟他差不多 就是跟他同隊差不多半年之後 才開始知道說 原來這遊戲應該怎麼進行 怎麼玩才是最有邏輯的 才能幫助到大家 你跟他就是在PCS第一年 在馬淇的時候才第一次同隊 對 所以 那是你的開竅的時間點 你覺得 那個算是 第二次開竅 對我來說算是第二次開竅 然後也是 就是狀況變成最好的那一年 那第一次開竅是什麼時候 第一次開竅可能是在 就是MSE剛開始 那時候 那時候剛開始打的就很爛 然後也被大家笑說什麼 通靈王那種 那時候就是 就是那時候因為打比賽 剛開始比賽 然後就很緊張 然後就很怕 最最怕的自己失誤 然後只要一失誤 可能腦海中就有畫面說什麼 怎麼很爛啊 廢物中物之類的 就會有那個 感覺會有聊天室會刷這個 所以腦中就該想這些事情 然後就變成 越來越不敢操作這樣 然後差不多 這樣子維持了 就差不多半年吧 半年到一年這樣 然後後來 又變成替補 換成Candy 上場這樣 然後那段時間就在想說 就是到底要怎麼改 改善這個問題這樣 那後來就是 就是一直 就是一樣一直練習 然後 然後去看比賽的時候 然後就越來越有自信之後 就想說 反正就打吧 就送 後來我就變成可能比較容易送 但是也會做事這樣 所以你的第一次開銷 不是什麼事件 或是誰給你的什麼指點 是你自己慢慢摸索出來的就對了 對 就是可能差不多經過一年的 就是失敗之後吧 嗯 就慢慢思考 到底是問題出現在哪裡 那另外接下來就是 我們討論到 你在這個生涯裡面呢 你在HKA待的時期 算是比較久 而且有這種來來去去 就是一開始在HKA 然後被放到這Fireball 然後離開了之後 又回來 然後甚至你在HKA的時期 很多人可能有點忘記 但你在HKA時期 其實就打過兩次世界賽 就是在17年跟19年 你們都是打區域資格賽出去的 那幾年合作的隊友 或是對HKA這個隊伍 你有特別的印象嗎 HKA就是 比較特別就是 那時候HKA跟Fireball是一二隊 然後大家都在同一間註舍 然後跟練習室這樣 然後那間練習室大概 因為我們一隊二隊的 也都有替補 所以差不多有三四十個人吧 就超級多人 他們是住一整棟透天的 然後很大間 然後中路 其實中路就有四個嘛 就是中路就有四個人在競爭 兩個位置這樣子 那時候還有誰 除了你之外 Mars Mars跟 Mars就是聖敗嗎 對 聖敗那邊 然後還有一個去打索尤的那個 我忘記名字了 有一個現在去打索尤的那個 我有點忘記 曹哥那個時候有跟你同隊過嗎 在HKA的時候 對 曹哥那時候也在 但是曹哥那時候是打輔助的 對 那時候就 比較混亂吧 就開Party這樣 對 然後因為那麼多鐘了 所以也是一直平凡的測試 然後去選出哪一個最好的這樣子 那時候就是花輪 花輪就是 那時候被選到一隊的中路這樣 然後我是二隊的中路這樣 那你服嗎 那時候肯定不服 沒有 現在也不服 現在肯定不服 但他也有特別的地方 我不知道是因為名氣還是什麼 那我想問就是因為之前前面起初訪問1116的時候 他有提到過就是他跟敏智有在同一隊過 那他們在當時對上的關係 比較競爭 就是比起合作或是夥伴 他們比較像是對手 有這樣的氛圍在 在那個時候就是 尤其是你的職業生來初期 你也講到就MSE的時候 你也有競爭對手 HKA的時候也是 有那種 就是你跟同一路有交流的機會嗎 還是比較多都是那種 就是我很想要把你擠下去這樣 其實我覺得都是看關係 其實很多同一個路的 他們雖然是性能關係 但是很多感情反而會更好 但我我也不太知道原因 你自己呢 你自己是感情會更好 還是會就是不想理他的 我自己算是會感情更好的 因為我會覺得跟他討論中國會很有趣 就是有辦法就是互相理解 因為我跟其他人可能就其他路線的 可能很難討論 或者是其他隊的 可能會影響到我的戰績之類 就沒辦法就是好好的聊這樣 你在Jay Team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看過 就是你有跟我們那時候二隊的中路志祺 就你們也是會對練 然後你就會跟他講一些 可能小沛寶這樣 就是我看得出來 你是一個愛分享的人 就是互相分享 然後我也就是我們兩邊都會進步 就是我覺得這會 我會滿喜歡這樣子 那其中呢 你合作過的同隊的中路裡面 還有一個現在也是 在PCS的隊伍當然先發 就是Dreamin 你們在20年的時候是有同隊過的 你跟他同隊的時候 你們有切磋過一些東西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他算是非常非常新人新人嘛 你們你是會給他一些指點的嗎 還是你就會覺得這個是你自己的東西 會好 因為我們就是像跟子齊這樣子 就是我們會 就是通常都是打 就是中一對一練習 那個對局這樣 那就是哪隻角色 大哪隻角色應該怎麼玩 然後什麼事 應該做什麼這樣 就一直反覆的一直練 一直練 可能每天都會練個一兩小時這樣 那順便問你覺得 他這季的表現怎麼樣 我覺得說實話 他表現是好的 我覺得他表現是好的 再多講 因為他其實在去年去了美國 磨練一年嘛 跟你 就是然後你也當完他的對手 當完他的隊友 20年你是他的隊友 21年在J team的時候 他是我們麻吉的對手 你覺得他有不一樣的地方 他其實跟以前沒有差太多 其實我覺得他跟以前差不多 他以前其實就算 我覺得就算還不錯 但他有一個 就是我比較不理的結晶 就是他有一點 不像是我這種 他不是直打對線 那他又不是像雀草那種 跑那麼多的 對 就是他有時候打一下線 然後有時候又跑一下線 可是兩樣都還可以 有點卡在中間 就是我有點不太知道 他的定位到底是什麼 然後就可能有時候 就是他會因為這樣子 就會變得 就是有一些比較 沒有打出優勢的地方 就卡在那邊 確實我也有類似這樣的感覺 OK 那我們現在大概聊了一下 你經歷過的隊伍 那今天就來聊你的對手 先從LMS開始 就是LMS時期其實台灣 當時就有出產過蠻多 很經典 然後可能也是很有名 或是真的實力很強的中路 我想聊有哪一些中路是你印象深刻的 就是你對過的對手裡面 其實那個時期 那些中路我覺得都很難打 都很厲害 我不知道是那時候是因為 我那時候比較菜還是 因為他們是真的很強 所以我那時候 因為我其實那時候我連 不是不能說連 應該說我那時候也贏不過Candy 可是我後來 我都覺得我都能贏他 就是到他在PSG那一年 你打他的時候 我記得你就壓他壓爛 在線上的時候 其實不是PSG那年 就是在可能後來什麼去Race的時候 對 那時候我就 我就覺得我可以贏他蠻多 但我不知道是我有變好 還是他變差這樣 那LMS時期 你覺得你打過最強的中路是誰 4-4還是封場 其實一直以來 我都覺得4-4最難打 主要因為中路的強弱 大家可能會看整體 可是如果以中路自己的對線 就是自己打的感受來說 一定還是 大家都會專注在對線 就是大家的強弱都會在說是對線 就是為什麼 大部分的選手 都會說丘比是最強的中路 就是因為他的線就是最強的 因為你團那些 你可以可能對隊友幫 或者是會有其他 有很多外在的因素 但是你那個中路對線就是1對1 所以4-4你覺得是最強的 對 所以我算是 應該說我 好像從來沒有真的壓到過他 就是真的壓不懂 我不知道你還沒有影響 其實我們在J-Team那一年 有跟當時4-4在RA吧 我們有跟RA團練過 好像兩場還三場 有 好不過那個 還是有點 我覺得他去RPL有更強 他去RPL有學到更多東西 之前我可能 就是在LMS的時候 就是對線上可以補開 但是現在有點沒辦法 對真的 我記得那個時候 有一場對局好像是露西安打阿奇爾吧 露西安打勒布朗 他打勒布朗 然後我勒布朗就輸了一點多 對他的那個Q 一擊就中三個Q 就是 他主要這個人他不太會失誤 他不會給你機會 他會慢慢的引你一點一點這樣子 他不是一次把你打風 可是就是他太穩定 變成你 就是有點被壓到窒息的那種感受 那風堂呢 其實你們在這個LMS跟PCS都有教授過 你覺得他是怎麼樣的中路 我覺得他算是最全面的中路吧 就是什麼類型都會玩 然後最主要我覺得他是跟打野搭配的最好 就是他可以讓他自己的 自己隊友的打野會變得很強 然後玩的很自在 因為他可能會 摳打野摳得很好 然後 可能也是因為跟CASA的時候 他們搭過了 他們知道中服野這種東西 到底怎麼玩這樣 所以跟他同隊的隊友 我覺得都會打得特別好 就像PSG那年有點無敵的情況 就是因為這樣 就是Liver突然大進化 對 然後凱文也是進步很多這樣 我就覺得他可能是 把CASA跟CASA的東西交給他們這樣子 那包含他現在其實在NA 他們的戰績也不錯 他帶的不算是特別有名機的隊友 但他們現在戰績其實也還不錯 OK 那下一個問題我想要聊的是 你算是我遇過的選手裡面 我少數不會有那種 你到底在幹嘛 到底在想什麼 的那種類型 就是大部分的選手 我遇過都會有那種 就是真的就是甜兵 就是可能或多或少 有一點這種感覺 那當然你年紀比較長 大家知道他年紀有多長嗎 我進J Team之後 這個第一次有這個大發現 就是他年紀比我還大 他比我還大兩個月 除了年紀 平安年紀不談 你有經歷過這種 就是死屁孩的時期嗎 我覺得我都是相對來說 比較穩定 因為我覺得我的個性就是算比較 呃 如果不是遊戲內的 我可能就稍微比較安靜一點 然後我的興趣也就是 就差不多英雄聯盟這樣而已 所以可能就比較不會有 一些很奇怪的事情發生 比較那你 但是你也運過很多天兵 你運過天兵應該比我還多 我選第一名 你覺得 肯定是瑞士 對每個人來說都一定是瑞士 我的第一名也是他 太怪了 OK 所以 呃 然後當然可能也跟你的成長背景有關嗎 因為其實你是足中的 就是你也算是 可以算是電競高學歷裡面 你覺得這個有影響嗎 就是你 可能受過比較良好的教育 所以 帶人接物上面比較成熟這樣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關聯的 因為 Nash你不是更高嗎 學歷不是更高 但是 我也很會帶人接物啊 但你是比他們還奇怪的 只是大家看不到 真的嗎 大家不知道而已 OK 那順著這個話題 我們就來聊一下 我們在JayTing合作的那一年好了 因為我蠻好奇 你為什麼會對我這種錯誤的印象 我不覺得我自己是個怪人 呃 對彼此的印象 我們先來談討論這個好了 呃 我們合作一整年嘛 然後那年當然也是比較多 高低起伏啊 風風波這樣子 呃 你對我的印象怎麼樣 因為那時候我就看到那個 你在像主播台網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看起來很文靜啊 然後很 就是很有氣質這樣的感覺 然後 就是沒有想到就是 就是本人會會做出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你放屁不算吧 放屁不算怪險 放屁是我的身體 我沒辦法控制啊 還有嗎 就是有時候也會 講一些很奇怪的話 會跟會被瑞士的童話這樣子 我就沒有想過你會是這樣子 OK 那我對 東山的印象呢 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是第一年 那第一年的時候 對我來講什麼東西都是新的 那兩年下來我回過頭來看 還是會覺得你是我 遇過的選手裡面在 成熟度上 我那個成熟度指的比較 整體一點 就是 呃 包含可能 就像我講 帶人接物 或者是 呃 在 遊戲內遊戲外 處理你自己的 狀態啊 比較正常的人嗎 就是比較正常的 然後我覺得你 你是有你的這個敬業度在的 就這方面真的蠻有趣的 而且 呃 我們合作過一年而已 然後你又是資意這麼長 然後那個時候是最猜的 但是我在跟你討論遊戲的時候 我不會感覺到那種 呃 你不要跟我講話 你又沒有我懂 這種感覺 就是你是一個很 能夠接受我的意見的人 對 呃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 就是 我那時候覺得 你那 你一開始真的很慘 沒錯 我就聽我就覺得 乖乖的 可是 可是你好像學很快 就是你差不多一兩個禮拜之後 就是 就是講遊戲東西 就會變越來越有邏輯這樣 就是 就是講的東西都有在聽 就覺得 感覺就是跟你討論會比較 比較有用啊 嗯 對 那 所以我們的關係 我覺得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就對你有個respect 就是 我們沒有特別在說哪一個選手 但是或多或少都會有那種就是 呃 教練跟選手相處上最大最大的障礙 就是 當你的遊戲理解沒有被認可的時候 或是我們沒有在 同樣的程度上的時候 很多東西就會被忽略 就是比如說我講數據上的東西 那大家就會覺得 你又沒有我懂 那這個東西是什麼我聽不懂 我沒有想要聽你的意見 那或者是 呃可能一些遊戲上approach 大家已經有自己的習慣了 已經有 我從以前就是這樣學的 你今天要突然跟我講一個不一樣的東西 除非你就真的吵掉 不然我幹嘛要聽 就會有類似這樣的衝突 但是在我跟你的 呃互動跟溝通上面 我覺得 我覺得我們不太有這層障礙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你 就像你剛剛前面提到的 就是你很喜歡跟不同的人合作 很喜歡跟不同的隊友 接觸學習 這是我覺得你 呃我從你上看到最好的特質啊 就是你是一個很願意 學習的人 但這樣講又很奇怪 因為你又是一個超級固執的人 呃應該說 我覺得你講的話 如果有道理 值得學習 我就會去聽 可是如果 覺得就是跟我的想法差太多的話 我就可能 我可能就沒辦法聽進去 我覺得應該要說你是 要被說服 你不能接受 被強冠一個東西進來 嗯對 如果邏輯正確 或者是能說服我的話 我就能接受 因為其實 有問過蠻多跟你當過隊友的人 就是大家對你 如果要講一個負面的點 大家最多的點 也是在講就是你很固執 呃 你覺得這個部分有害過你嗎 就是相處上 跟教練或跟隊友之間 嗯其實說真的 我覺得我跟 還是跟教練 因為呃 有時候我會 我也會覺得就是 可能教練沒有辦法理解 就是我說的東西這樣 就是我沒有辦法 就是 就是我覺得我每次跟他說 但是他好像就是 沒有辦法每次都理解這樣子 嗯 所以可能久了之後 我會覺得 懶得講了 就是就是覺得 可能講話沒有用的話 就只能專注在自己的東西 遊戲上這樣子 有哪一個教練是你覺得 你們中間 在合作過程當中 有比較多摩擦 可是現在都已經還好 但是那時候合作 有比較多摩擦 摩擦喔 其實摩擦比較不會有 只是會變成就是可能比較 就是沒有辦法互相理解啊 嗯 嗯 嗯 阿威吧 阿威 就是這天阿威 就是 可能算是比較沒辦法互相理解 嗯嗯 對 OK 就是我們剛好也是我的那一年 呃 幫你稍微辯駁 也幫我自己辯駁一下 就是21年當然算是你在PCS裡面 比較失敗的賽季 就對我們整體來說都是 你在PCS目前打了三年 今天是第四年 三年裡面你去年出國 然後2020年也出國 就唯獨21年沒有出國 那那一年 你整體上的發揮也是比較 就是算是你的低潮期 被被碰擊很多 那我先提一個我覺得 場內的因素我覺得 就是這有點沒辦法 就是你在20年22年的時候 中路的生態其實 就有大法師 有阿奇爾 有庫奇 有維克特之類的 有辛朵拉 但是21年整年下來 幾乎都是加里歐 勒布朗 雷茲 路希恩 卡牌 你記得嗎 嗯 就是那幾年 那一年的中生態剛好 有點不得不玩功能角 不得不玩刺客角 就是不是你熟悉的類型 你覺得是這樣嗎 我應該說 如果是大法師類型的話 我可以算是 就是不太需要練習 我就可以把他 就是可能玩得比較好這樣 但如果是功能角 像加里歐 塔利亞這種的 我可能 我可以玩好 但是我需要很多很多練習這樣 就可能比別人更多一倍的時間 去重複練習 我才能把 就是一隻角色 我可能練到90分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可能是 版本要求跟隊伍的關係 因為那時候的商務是Rest 然後打野是HANA 所以如果搭配這樣子的 就是他們兩個都是需要支援 要打核心 然後如果我也要支援 然後下入小V要支援 這種情況下 我覺得 就是這遊戲是沒有辦法 就是大家都想要玩得很舒服的 所以需要做點犧牲 所以我那個時候 後續回想我也會覺得 我是不是有點耽誤到你 因為我覺得像匿名就是我一直跟你說 現在這個角色太強了 一定要練 但是可能在風格上 我也不太確定是不是這個原因 就是不管是沒有那麼適合你 會沒有那麼適合我們隊伍 所以二一年整體來說是 對我來講都是蠻慘痛的一年 有沒有什麼印象 就是很特別深刻的 你覺得那一年發生這種事情 這個 這能說嗎 我也不知道 好不然你先說 不能說我再幫你剪掉 就是我只記得有一場比賽 就是我應該是 那場比賽很深刻 因為那場比賽就是 內許跟阿威有跟我說 就是對方打野 一定會藍三坦過來 Gank我 然後我一定會這樣做 然後我玩路歇恩 路歇恩打雷茲 打貓恩的雷茲 然後我三等人 就是我還是忘記了那個時間 我還是滑上去射他一套 然後就被那個熊一直追 追到藍區死掉這樣子 然後因為這件事情打完嘛 然後那時候可能就是威力也有在聽 就是可能有聽到那個教練跟我說 三等會Gank 然後我還是試這件事情 所以就就是在大家面前說 對我說比較重的話這樣子 那因為其實那件事情 最後來講影響也很深刻 事後你有受到影響嗎 情緒上或是狀態上面的影響 一定是有 主要那種話 如果在大家面前說的話 就是可能自尊上會比較受影響 就會覺得很丟臉這樣子 所以我 自己的印象是後面幾天 你就真的非常非常怪 然後排位直接爆噴了 不知道多少分 就真的是會 這真的是會影響到你的狀態的 一個過程 對 主要 主要會開始懷疑自己 就是不只是遊戲上 就是整個 因為如果是那麼重的話 如果是大家面前講的話 這段撇開J星的那一年 你在PCS的成就 是目前還是 就是成就最高的中路 那包含你在對線的數據上 你在數據上的呈現 其實這三年來 包含這次能到今年為止 就真的純以對線而論 你就是全PCS最強的中路 那我很好奇就是 你這種千錘百鏈的對線技巧是 怎麼養成的 就是你有特別一套訓練的方式嗎 就是為什麼 你在對線上的成就會這麼高 我覺得對線對我來說可能是 已經算是執著了 就是我不能接受 就是自己輸線這件事情 就如果輸了 這次輸了 那我就會去看對局 然後去想為什麼 然後或者是去找一些 去找其他中路對練 然後就是一直練到我贏 然後練到我大概知道 打這個角色 這個對局的公司 應該怎麼做這樣子 這算是我的執著 那方法上的 就是比如說 A角色 B角色這個對局 他應該怎麼打 你是怎麼找到解答的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 看別人玩 就是看丘比 看Rookie這種對線最強的玩 然後再去想他還是他在想什麼 然後去嘗試 雖然我覺得比較有用的 可能就是 記對面技能的時間 不是記大招時間 是記QW 對 你就要你 可能像星朵拉Q 可能那時候 那個球女Q6秒這種 這件事情你就要一直記 可能他丟完 然後到6秒的時候 你就要大概知道說 他這個時候要丟你 那你這時候可能就要開始 背著他走位 或是什麼 對 那6秒的期間 你就要開始壓制這樣 就是你QWE如果都記得的話 那你對線就會變強 東算讓我印象最深刻 就是我知道 這個人的對線 已經有點著魔的那種時刻 我覺得你那時候好像在跟紫棋還是跟車長討論 好像阿琪要帶什麼符文 然後你就說通常帶會心對線比較強 像達威克特之類的角色帶會心比較強 可是他柔衣不能 因為柔衣什麼一等的跑速 比這些角色多5 所以他很容易把會心扭掉 我那時候就 bro 真的嗎 你連這個都已經想到了嗎 這個是你 這些東西都是數值啊 CD這些東西是 你會特別花時間去記的 還是他就是久而久之的習慣 通常 就是我比較特 比較奇怪的習慣可能就是 就是我可能會玩那個練習工具 我一隻腳色可能就會玩個一兩小時這樣子 就是可能 一天就會開個打那個木頭輪 大概打個一兩小時這樣子 就會去測試距離啊 然後去看角色數字 因為像 像阿琪爾打球女 就是一定要帶會心的原因 就是因為球女的跑速是325 所以他只要一等 就算沒有緩速A到的話 那個會心也是一定會中的 所以就變成 就是這個對局就會很好 柔衣的是跑速是340嘛 那你就會很難中那個會心 就是 就是這個真的我完全沒有想過 在遇到通常之前完全沒有想過 就是這些東西其實 這麼細微的數字會影響 所以這真的是我覺得從你身上開到蠻大的眼界 那 另外一個層面來說 你的練習方法 或是說你的練腳速度 也是出了名的比較慢 這個應該是 你自己也同意這個說法 在練習到 特別是你擅長的法師腳以外的角色的時候 你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為什麼你會相對可能很多中路來說 要深角色對你來講是比較困難一點 我覺得是玩法不同其實會印象蠻多 因為其實我覺得 像 像現在的版本來說 你看彈符跟卵符的差別就很大 因為人只要習慣這個模式 就是這個玩法 你要突然它很大的改變 其實是非常難的 所以 像中路法師通常都是講對線 要贏線 像什麼賽勒斯 加里歐這種就是想要跑線 可是我就會有習慣 像假如玩加里歐 或是賽勒斯 我就會在想說 我要怎麼壓他血量 我要怎麼打暗殺他 我要怎麼哪有事 我要怎麼發育這樣 那其實光想這件事情就已經是錯了 但我可能就會有 就是不小心做這件事情 習慣已經很記憶了這樣 有沒有哪一隻中路角色 是你覺得你真的試過給他機會 但是練不太起來了 我覺得最難對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是阿里吧 阿里 對 因為這角色就是完全不對線 然後又完全的不打輸出這樣子 因為他很重跟打野的連動 對對對 就是這個可能對我來說 會比較困難一點這樣 所以去年CFO在 應該是夏季賽開始 阿里是 就你們的autoband嘛對不對 對啊 就是決定 就是 如果真的練不起來的話 就先玩別的這樣 可是其實這個角色 他也是吃指向技的角色 然後 對線也不算弱啊 你會覺得 就是因為他的 他要贏遊戲必須要 大量的移動 必須要不能待在線上的關係 對 就是他完全是這樣子 那像 像賽茲這種角色 他雖然 主要是這樣 但是他還是有一些 就是可以一些對線的 然後輸出也會比較高 那逆命呢 逆命的話 我就覺得 其實說真的算比較不適合我 可是那時候是因為 有rest 有小B 然後有Hana 所以我覺得是必須玩的 但是其實我印象中 你的逆命在對線上 也是不太有問題 就是是OK 我覺得我玩什麼角色 對線上都不會有問題 那問題就是可能團戰 或者是一些支援隊友 會沒有那麼準確 我自己印象中 我覺得你 就真的跟你的風格 離得最遠最遠最遠的一隻英雄 是鱷魚 其實我本身已經唸過鱷魚中路 鱷魚的話 我覺得就比較不像是風格問題 應該是 就是真的玩不起 玩不起來 我覺得可能是 就是對角色的理解 沒有辦法那麼高 因為那鬥士類型的話 我就會比較沒有辦法這樣 東山的練腳有個很有趣的方法 就是 比如說今天有一隻新角色 我忘記那個時候是什麼英雄 是加里歐還是什麼 他的玩法就是他會先在 憨服天地上 玩這個角色玩個三四十場 每一場都十個八到十次 就是先一直送一直送 送到有一天他覺得 我好像又掌握到這個英雄了 你的玩法是這種瘋狂自虐型的玩法 主要是 因為我想要抓那角色的極限 就是可能這樣子的方式 可不可以打到最高的輸出這樣 然後或是這樣的方式 能不能贏最多的線 那可能也是因為這樣的方式 你就更有可能冒險 然後就去送頭這樣子 那我想問今年春季賽一開始 一直狂選賽斯 有這樣的含義在嗎 就是你想要多練多嘗試嗎 還是你那時候是覺得 賽斯就是強的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是強的 然後我覺得我都是那個 就是我覺得很有自信 我才會選出來 就是我覺得我真的能玩到 就是90分差不多的時候 我才會拿出來這樣子 然後後來發現 阿杰太像了 結果後來發現還是 這樣子已經比較簡單了 OK好 那我們現在聊了這麼多之後 其實我們經營有超時的風險 可是我們還有很多要聊的東西 所以我就繼續聊下去 如果真的超時就算了 接下來要聊的就是 世界賽的經驗 因為其實你在你目前的 選手生涯裡面 將近十年的生涯 你已經去過了四次世界賽 那每一次世界賽之旅 應該印象都非常的深刻 那我們就先從第一次17年 那年你們是在HKA 你是夏季才加入HKA 然後就再去這個賽 成功出國 但那年也是 LMX史上第一次 我們有在Playing 就是在入圍賽的時候 沒有通關 你們在入圍賽的決賽 再輸給Fnatic 所以才有這個CAPS 真的好強的這個說法 那一年對你來講 應該是就是全新的體驗 那個時候的感覺怎麼樣 他說算是 就是第一次跟 就是這麼強的人交手 那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那時候如果是看影片 就是看他們操作那些 會看比賽 就覺得好像不怎麼樣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 就是大家就是做該做的事情這樣 但是真的打起來的時候 那個感覺完全是不一樣的 就是會被打到 就是有點懷疑人生 就是我到底有沒有在玩這個遊戲 就是我平常到底都在幹嘛這樣子 你跟CAPS交手的時候 我印象中那個 只是他直接賽的第一年 好像是他直接賽的第一年 所以他那時候應該是17歲 他到底強在哪 因為他到現在都還是 可能歐洲最頂尖的中路 他到底強在哪 第一個是兑線 兑線其實就沒有到 就是完全打不贏 但是就是已經開始覺得 就是有點難打 就是因為我覺得 我會覺得在 大家的兑線上都差不多這樣 我都有自信這樣 但打他的時候 就會開始覺得有點難受 但最難打的還是 角色池跟團戰 還有他的資源 就是 主要都是我想不到的 就是太快 就是可能我都覺得他這波要回補 或者是我都覺得他這波應該要幹嘛 但是他都會做 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樣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角色池就是 因為他可能會選出一些 我平常沒打過的 那個對局我可能就 我會不知道怎麼辦這樣子 對你是相對需要累積這些經驗跟資訊 數據去模擬你的對局的 但CAPS他可能偶爾就 租女中路啊 對啊他想選克雷的中路 我是真的不知道那麼大 嗯 就在角色池上面應該是CAPS 而且他的 就創造力啊對不對 就是在 對角色上創造力也好 會在畫面上的創造力 支援的時機之類的 就真的是一個變化很多段的選手 所以 一星的隊友當然是 就是 學經驗 就是那是真的第一次菜鳥的 失業賽之旅 那一次回來之後有覺得 你覺得是有幫助到 你在後續的生涯的嗎 我覺得幫助的話 剛開始可能沒有 因為剛開始可能就是 就被打到 震撼教育 懷疑人生這樣 對啊就是開始 會沒有辦法吸收 因為差距有點太大 你會有點不知道 到底該怎麼辦 但後來我慢慢的去 就是 就是知道說就是 看的時候我會覺得很簡單 但是實際上去對上的時候 是完全不一樣的事情這樣 對 你看剛才講也滿大的重點 就是 呃 跟強隊練習會進步這件事情 是建立在 呃 你看得到那個變成 他們的路徑在哪裡 可是如果那個實際懸殊到 就是 被大人打小孩的程度的時候 有時候反而會讓人很手足無措 就是會 我真的會懷疑人生 對啊就是有時候如果你 差距過大 然後你一直被虐的話 你只會開始懷疑自己的東西 嗯 那有一些你自己可能對的東西 你看當你開始懷疑的時候 你反而會變得更差 對 OK 那接下來第二次世界賽 一樣是在HKA 這次有進入到小組賽的 呃 那一次的世界賽對來講 是什麼樣的經驗跟17年相比 呃 其實 那一次的話 我會覺得我遊戲理解已經比之前好很多 就是 呃 大概都知道這遊戲怎麼玩 但我覺得我犯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 我覺得我們我把 我沒有玩到真的最有自信 玩得最好的英雄 然後在這種舞台拿上來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 這是真的很不OK 因為那些選手肯定都是最強的 最最厲害的這樣 但我只拿一個我 我自己都沒有那麼有自信 玩沒那麼好的英雄 就去跟他們打的話 那就是送分了 所以在你的理解裡面 呃 為了團隊選一隻 就比如說我今天 兩隊BB下來你是紅方五選 你知道你這個選下來 一組合來說很優 可是你對他的掌握度是70分 那如果你今天選一隻 你掌握度90分的英雄 你們可能原本是 選王變七三開 現在變五五開 你就會覺得你寧願選五五開 但是你掌握度90分的英雄 我覺得掌握度其實還是最重要 因為你像 像多元帝嘛 他也是有時候 有些英雄不玩 他只玩 然後他會玩中午泰坦那些的 然後像這種情況 我就覺得 他算是就是理解最好的 因為他知道 他玩這個角色玩得好 就贏這樣 就像雀草這樣 他有一些英雄可能不玩 他就玩一些擅長的 就可以玩了 那好 OK 那 所以19年就是 射手中也算是你可能 相對來說沒有那麼擅長的嗎 跟法師比起來 還是你覺得小炮就是不太一樣的英雄 我覺得小炮不太一樣 因為小炮不是一個對線的英雄 然後他主要是打團 因為小炮這角色 你們說對線強 但是其實他對不到線 因為他就是一直推 他不會給你機會 他就 因為二線 那角色是礦不了邊線 對 所以那角色其實 相對來說是比較不適合 他只能一直推線 推線跑 推線跑 然後等到發育起來 然後接可能 低線大中央的團 這樣 OK 所以19年當然 那一場是你們打C9 我印象還蠻深刻的 打C9 然後最有機會贏的比賽 真的要說 因為那是超級長的比賽 也不是就是那一波 但那一波完之後 你當然是受到非常多的 抨擊、責難 或是幫你取綽號等等的 順便接著這個東西想聊 你算是PCS目前的選手裡面 也算是比較知名的 那比較知名 他伴隨的後果 當然就是 你會遇到更多的 來自粉絲或是來自觀眾的壓力 然後有一些東西是批評之類的 你是會看PT的人嗎 我應該說我也是第一年 就是MAC的第一年會看 然後就覺得 看了就更痛苦後來 就是再也不看 所以你現在 不會就是從哪裡接觸到這種 比如說酸民的批評 或是什麼的 就還好 就偶爾看比賽 可能看到聊天室 會追個幾句這樣 但就真的已經習慣了 就覺得沒有差 就是反正大家都會被罪 誰不會被罪 所以你 不太會被這個東西影響到 現階段的你 一定不會 OK 好 那聊完了117跟19年之後 20開始就算是你比較成熟的那一年 就像你講 你在那一年有二次的開竅 遇到小槍之後 二次的開竅 然後你們20跟22年都是夏季賽第一名出國的 所以那算是這兩年的世界賽 先隊長應該算是成熟期 那你們兩年戰機好像都是一勝五敗 對就是在麻吉那年跟在CFO去年都是一勝五敗 有什麼心得 在世界賽跟這些最強的對手教授有心得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 就是剛剛說就是 你跟這些教授你一定要拿你 如果你拿你最有自信的 其實就是你不會輸多少 就你還是有機會贏他們的 如果你就是狀況好了 當然最主要的還是 可能第二輪的時候會出現問題 因為你最有自信的東西 可能沒有辦法那麼多 所以你第二輪的時候 可能對方會大概知道你的打法 知道你的英雄是這樣 那他開始針對你的時候 你就會變成比較困難這樣 這個我們其實之前私下也有聊過 你自己有說過 就你覺得2022年 20跟22年這兩年 一樣的模式在世界賽施力的狀態 都是剛到的時候 團練55開64開 跟可能除了韓國隊以外的隊伍 都算打得還算有來有往 到第一輪第二輪 第一輪的後段或第二輪開始 就會完全打不贏 就是這個過程你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像是在CFO那一年 然後我們也是一開始就狀況很好 就是跟誰團練都 幾乎都 都還能打 就是也55開張 然後也有贏比較多的 除了跟T1 跟T1我們是 因為那時候是沒有辦法 就是打 就是差不多15分鐘就結束了這樣子 那時候最主要還是 就是當我們開始玩卵服的時候 或者是當我開始玩賽勒斯 就那時候還是會嘗試看看 當我開始玩賽勒斯的時候 那個遊戲就 就是會變得很奇怪 或者是當視界 當REST開始玩坎克的時候 對 就是我們每一條路都會有 我們不能玩 不能玩到最好的東西 那讓BP差下來就會非常的多這樣子 就是我們的排列組合 我們的手排很少 對 那如果大家都能夠預測到 你手中就是只有三張牌 一張叫做薩洛納爾 一張叫做中路阿奇爾 一張叫做 輔助納迪伍斯 那大概就會 很好預測我們的下一步 所以會比較好去應 對 所以這真的是 很明確啦 就是你不講 可能觀眾大概也能夠感覺出來 就是我們的隊伍通常 在世界上遇到最大最大的挑戰 還是我們的手排數不夠的這個問題 那除了這個之外 你也跟非常非常多頂尖的中路教授過 就是不管是在比賽上 或是可能世界賽的團連上 有哪一個選手是你覺得 哇他真的好強 除了caps之外 秋比吧 因為我是遇過他 已經世界賽已經遇過兩次了 19年跟22年 對我印象最深的應該是 我要說玩中路心動 打他的CAMIL 那時候的CAMIL中路 也很少人玩 然後而且他那時候的CAMIL 是買多軟件的 就是買多軟件的 CAMIL是不可能跟新兜娜可以兌現 因為他沒辦法A到那麼多下 對啊 就是新兜娜手那麼長就一直QA他 他正常來說他根本玩不了 但問題就是 就是他的兌現能力已經變成是 他就算玩CAMIL 帶多軟件 他都可以硬我線 然後CS那些都贏 我就覺得真的太誇張了 但是22年就是去年你們打的時候 你身材還有CAMIL也吃 你有丹煞也吃的 你說丹煞 那是丹煞小虎 丹煞也是小虎 對 有吧 我覺得你有啊 就是 去Dive你啊 然後你有換頭 那個算丹煞嗎 其實那個 那個其實真的不算 那個只是算 他們月塔費 這樣子 這個大家觀眾都有在幫你吹 對不對 這個我是不敢講 我不是不敢這樣講說 什麼我丹煞丘比 這個我講不出來這樣子 所以他的兌現你覺得變態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他的兌現已經極致到 就是他如果在 他回家前 他是不會把魔力用光的 因為大部分中路就是你剛推現的時候 你會把魔力全部用光 那他已經是強到 他回家前 他要保持自己的魔力跟血量這樣子 所以他回家的時候就是可以 給你找出來 對 他就不用在溫泉 對 不用在溫泉 回那個血跟魔力這樣子 然後他也會 可能磨還沒滿 血還沒滿的時候 情況他就已經 對他就已經踢出來了 對 然後因為他知道他不會掉血量 他可以在線上慢慢的回復 他一堂可以拿很多堂這樣子 這個也是我有觀察到 我覺得就是 他非常可怕的地方 對啊 這已經有點到變態了 這個我真的 我有在嘗試 但是我覺得這個有點太難做到 而且他除了 法師玩得很好 就是這種你講的對線 角色很好之外 他其實玩坦克中路他也會玩 玩鬥士中路他也會玩 而且他會對 他會用這些角色對線 你不覺得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應該說他 這些角色本來不該對線 但是他可以用到 就是 這些東西已經大於一切 他是可以用 不會對線贏的 然後來引你對線 然後來壓制你這樣子 所以變成 他不管玩什麼 如果線能贏這麼多的話 那他就是優勢很大 對 雖然說他有在選手的 就是對線以外被批評的地方 就是說他可能跟 Faker Showmaker BGI 他在會戰上影響力也好 或是 就你剛剛提到Caps有特質 創造力上面是比較弱一點 所以你會覺得 這麼多頂尖的中路裡面 因為我知道你在 J-Tim的時候 你有說Rookie是你的Reference Rookie是你參考的對象 現在也是嗎 還是會是參考球比 我覺得現在也是 因為這兩個人 雖然線上都是非常強 但是他們其實打法是不一樣 就是球比算是 一點一點引力很多 就是慢慢累積起來 他沒有換那麼秀 然後他可能就是 就是可以用一換零的方式 這樣子 就是 可能他會用 他可能耗個50鞋 就要換你100鞋這樣子 那Rookie可能就不是 他可能就是 要跟你OE 就是每一波都要跟你拼命這樣子 所以你的參考值 還是以Rookie為主 對 我還是比較想用Rookie的方式 這樣 OK 好 那我們現在聊完這個 世界賽的經驗之後 最後一個Part 我們現在時間大概 還有一點點 最後一個Part 就是回來聊你的 今年 今年你加入了IMP 而且 跟前幾年 尤其是你出國那幾年相比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是 你在出國那幾年 20年的時候 有Koala 在你的隊上 然後有PK在你的隊上 那22年有乃哥 有Race 其實大家老將都偏多 但是今年你到IMP之後 就全部都是小朋友了 你對你來講 是一個新的挑戰跟體驗嗎 我覺得最難的是可能 我之前配的附足 都算是比較有經驗的 就是像凱雲 Koala 我去世界賽都是配這兩個 都是我們賽區最頂尖的 對 所以在遊戲運營方面 可能我只需要專心的操作 然後他們可能都會來幫我 做這些事情這樣子 那現在的話 我可能就是變成我需要 比較多負擔 Call 然後跟一些可能檢討 或者是 可能教他們 大概這遊戲要怎麼運行 阿小安呢 小安也會 小安跟你一起做的 對 那有沒有哪一個隊友 是你特別有興趣拿出來跟我們講的 就是你覺得這個運動 你在他身上看到有趣的特質 或是你覺得他是有潛力 大家可以在未來多期待他們 我覺得最有潛力的還是Driver吧 就是因為他也是 我覺得他遊戲理解也是很好的 然後他的對線也很強 但他可能就是年紀比較輕 然後他可能有時候比較衝動 然後會比較急躁 那我覺得他如果這個問題改掉的話 他的個人能力 我是覺得是很好的 那你也很清楚 我兩年下來 我的想法跟你一樣 但是我今年春季賽看 還沒改掉 還沒改掉啊 其實他一開始還是有這個問題 但我覺得他到尾段的時候已經越來越好 那另外我自己想要跟你討論的其實是亞倫 我自己覺得你們在最後面是第四名 你們今天春季賽 因為我們昨天剛打完最後一場 今天就來錄 你是第四名 然後這個戰績應該是 就是你們是滿意的吧 其實就算還好 因為如果一開始來說的話 大家可能也是想要 至少要第一或第二 這樣子會比較 就是那才是我們一開始的目標 對 因為你們在第一輪的時候 其實第一週三連勝之後 你們就算是 小低潮或者是說 就是那時候是開始在 找自己的版本吧 所以你們中間戰績就比較 比較掙扎 我也是在中段版 但是在後面你們拉開 跟DC局和BYG最大的差距 我覺得是亞倫他突然 不管是他玩的角色 比如說玩達瑞文 玩亞菲利歐之類的 他比較敢打了 就真的我感覺到這個選手 跟他在CFO 或是在更招馬金等 那幾年比起來 他在心態上面有一些突破 你覺得有嗎 還是你覺得他還可以再做更多 嗯 其實我覺得 Alan是算進步最多的吧 因為他 他之前就是比較給人家印象就是 就是比較不敢操作什麼的 但就是 因為我跟他其實同隊也蠻久的 然後他其實 他算是 就是遊戲理解也很好 然後我覺得 個人能力也蠻好 但是他就是真的很 可能跟我一開始犯的問題一樣 他很容易 怕犯錯 對 他可能會 怕人家對他一些說什麼 有可能不一定是觀眾 他可能是怕連累他的隊友這樣子 就變成他會壓力有點太大 可能 現在我覺得會比較好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現在比較多的新人 他可能會 相對來說比較沒有壓力 他可能 就是 覺得 就是 反正大家都 大家都蠻好笑的 就一起搞笑這樣子 他就會打得比較輕鬆這樣 我真的覺得他 是我目前春藝賽印象 進步上面最讓我印象深刻的選手 他的發揮非常非常的不錯 OK 那 聊完隊友之後 你對整個隊伍 你們目前的狀態 或者說你們未來的潛力 你有什麼想法 就你們對季后賽 能走到哪邊 有任何的期待嗎 季后賽的話 我覺得現在 比較強的對手 應該還是PSG 然後其他隊伍我覺得其實大家都 說真的都沒差多少 就是看狀態 可能跟看版本 跟看選角 這些比較重要 那PSG的話 我覺得重點就還是在 俊架身上 就是他可以讓整個隊伍都變成 比較穩定 然後加上WACO最近的發揮 也蠻可怕的 所以他們隊伍就 就變成 現在感覺起來比較難擊敗 但是其實 他們在最後一週 有兩場比賽打了四十幾分鐘 然後第三場比賽輸了 但雖然那場比賽不是俊架 那甚至他們在第二輪 跟你們打的時候 其實你們也差不多要贏了 然後後來被WACO翻盤了 所以他們的強度 應該還不知道 完全無法擊敗的等級 是啊 但是這個我就覺得 是他們比較優勢的點 就是他們在於 就是可能已經算是滿打烈士的情況下 他們還是就是很有機率 然後腦袋很清楚的 知道怎麼反打 就是怎麼找機會 我覺得這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俊架的關係 這些是不是俊架的功勞 但就覺得 如果是這種情 這種狀況 這種狀態的話 我覺得他們會是 會越來越好 嗯 就是因為他們在烈士的時候 你還是會覺得他們難以擊敗 還是會有那種就是 我們現在已經是優勢 但是壓力很大 達到這種對手的時候 會讓人比較頭痛 對 那所以他在優勢的時候 你就會變得你很難找到機會 或者是你會 就是他如果有些基本東西 就做得更好 那他們會是一個很強的隊伍 那聊完了你的潛在的街頭賽對手之後 我想回到 就是因為你是中路對線大師 今年PCS的中路 幫我點評一下 有沒有哪一個選手是你印象深刻 覺得不管是他有進步 跟因為你大部分的也都是老對手 打過超過一年 不管他有進步 或是你覺得 他就是現在對線上會讓你覺得 哎呦這個人不錯的感覺 我的印象最深的 我覺得是JTN的中路吧 哦 影子 對 就是他之前在BYG的時候 我那時候都覺得 就感覺蠻菜的 就是隨便打都贏 但是後來教授幾次 我不知道是在JTN 學到的時候是什麼東西 就變得越來越難打 然後角色詞也越來越深 就什麼安妮 龍搜那些 全部都拿出來玩 就覺得他還蠻特別的 明智確實也是我 自己非常有在關注一位 我覺得進步非常非常多的選手 就像你講的 他去年在BJD的時候 我們春季賽打明智的時候 就覺得這BJD也太爛了吧 就真的很好打 然後季節賽也是 沒有花太多的困難 就打敗他們 夏季賽的時候就突然覺得 他在下季賽就已經開始超進化 他的賽勒斯跟他的阿卡利之類的 就是會讓你覺得 這是不能開的角色 就是這個選手他已經有man到 就是我不能開這個角色給他 然後到今年就像你說 就是角色值上面也 呃真的是成長很多 然後包含因為我的工作的關係 可能有時候會有賽友訪問 或是跟他們討聊 就是JT戰機也不好 可是我覺得他的成熟度 也是超過大部分的選手 所以明智確實是一個很不錯的選手 那Pretender你覺得呢 因為他自己也是 我另外一個 我覺得進步蠻多的選手 對 可是因為他 我是覺得可能 他可能去年的夏季 我都覺得 那時候就覺得已經蠻強 他可能就是一直維持 這個狀況這樣 不過他有一個特別就是 他好像什麼英雄都玩 嗯 所以我覺得這好像 傑西是他也比較早開始玩 對啊 就是什麼酒童啊 什麼他好像全部都會拿出來玩這樣子 我覺得 還有蛇女就是 大部分沒出過的種目 他都有拿出來玩 你們打他們的那一次就是 被蛇女教訓 對 那我就沒有想到 我就沒有想到他會玩蛇女 所以我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沒有準備這個東西 所以就變成 可能我打起來就會比較難受一點 OK 那我們聊完了今年的對手說 差不多差不多 雖然說我們已經超時 但是我們必須要來做一個守衛 呃 再結論部分 我第一個想要問你就是 呃 你的生涯時 從練習生時期來算的話 你14年加有TBA嗎 到今年13年就是你的第10年 然後你今年是27歲 呃 有任何一個時刻 或者是到現在 有考慮過我要打多久嗎 其實這件事情有一直在考慮 因為大部分人可能都會覺得說 成2526279 那你是不是打完今年 這一年就差不多要退了這樣 可是我自己會覺得 我的狀態一直就是沒有下滑 但而且我覺得會有在 有一點在慢慢上升的感覺這樣 而且也沒有就是證明說 就是一定能達到什麼年紀 所以我覺得 就我覺得應該還能繼續打下去 所以你現在就是水雲 因為像我們上次問確實好的時候 我有聊過類似的話題 他說他會想要退役的那個時間點 應該是他有一天覺得 他真的力不從心了 就是我操作跟不上我的腦袋 或者是我的呃 我就是發現我慢慢打不贏 這些我的對手的時候 他可能才會考慮贏 對你也是類似的感覺嗎 對啊就是最主要就是 還看自己還沒有自信 就是看你自己有沒有認可自己的能力 這樣子 對但是其實我自己蠻好奇的一個地方是 因為像我兩年我就已經有點 有點拚不住 但是我拚不住的地方主要是 呃我覺得 這個工作對身心的耗損真的都蠻大 不管是你呃比賽的時候 你要承受壓力啊 然後你呃在訓練的這段期間 你不太有上下班時間 你不太有休息的時間等等的 然後這個長期下來 對身心真的會有一些些耗損的狀況 那你不只是打十年 我就知道就是你的身體也不是很好的人 就是你也是那種怕笑臉啊 就是那種手腳冰冷的 今天我們一進來的錄音室 就是冷氣好冷 可不可以幫我關 穿個外套 然後還說很冷這種 就是你也是身體不是很好 然後呃就是 在這一天的那一年 你也自己身體的狀況比較多 這個在身心上面的損耗對人來講 不是困擾嗎 呃 其實我覺得這還是要看自己調整 自己個人啊 因為呃可能像是我可能練習時間會比較長 或者是我可能太過於在意 所以才會變成就是耗損這麼大 就是有時候就會太大壓力 會變成睡不著覺 很磨牙講夢話 大家知道嗎 他睡覺的時候會磨牙跟講夢話 講夢話應該是壓力真的很大的時候吧 應該是只有在這一瓶的時候 在這一瓶的時候 哈哈哈哈 所以呃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你是怎麼調適的 就是就像你講 你你也是有容易累積壓力的人啊 那 累積這麼大壓力要怎麼撐10年 呃 應該說之前可能就是會有這個問題 但我可能慢慢的有在改善了 就是讓自己稍微 不要這麼大壓力 就是把自己開始做的事情做好就好 就是我還是有在慢慢調整 各樣的東西啊 或者是運動之類的 有嗎 有啊有啊還是有啊 現在在運什麼動 散步 跑步啊跑步 這是在IMP開始養成很習慣嗎 好其實在CFO那年的時候 我就已經開始了 因為那時候就 身體就狀況問題比較多嘛 就覺得應該需要做一些改變 這樣才有辦法 在之後的生涯就是繼續下去 那休息上面的比重呢 你也有慢慢的 找到你在休息時間 能夠調整壓力的方法嗎 因為我以前也是那種就是練習狂 就是可能假日的時候 我還是一樣坐在那邊 一直打韓服這樣 但我現在就是會逼自己就是 放假就是不要碰螺 就好好休息這樣 現在也有陪伴嘛 對不對 有貓啊 然後有伴侶的陪伴 對你來講是很大的慰藉嗎 就是你放假不陪 不肥貓不肥的女朋友 也會被罵 就是 OK 好那 差不多了啦 現在我們已經聊快一個小時了 我們的節目也差不多到這邊 進到尾聲 東山真的是我遇過的選手裡面 在職業素養上跟 就是跟我有接近 很多時候我覺得跟選手有代溝 那不知道我們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或是價值觀其他的原因 跟你聊起來就會覺得很順很smooth 所以今天也是我錄得非常非常開心的一集 那在節目最後就是 要祝你們在季節後賽都順利 然後我現在很明確可以感覺出來 你相比於我們剛認識的時候 你現在快樂很多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那就是預祝你們在春季節後賽會有好成績 OK 那在節目最後就跟大家 打聲招呼我們準備要撤了 我是主持人Nash 我是東山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拜拜